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冤鬼回家 我爷爷一共有三个兄弟 除了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他大哥在一次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就被抓走了 当时我爷爷说那是一九三级年的事 国民党开始使用铁兽案强制征兵 这所谓的强制征兵啊 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抓壮丁 就是强行逼迫轻壮严义务服兵役 但是壮丁多都是被迫的 因此逃兵也非常严重 那国民党时期呢 不断抓的这些壮兵又不断的逃跑 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国民党壮丁抓的很多 但是人数总是不够用 因此就天天到村里边去抓 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抓壮丁的啊 只要那帮人一到村口 家里边逝灵的男青年就纷纷的逃走 即便是这样 不少人还是被抓个正着 我爷爷的大哥就顺利的逃过了几次 可是最终还是被抓走了 据我爷爷回忆 当时人们因为抓壮丁 致使人们逃窜的情况 跟八十九十年代逃避计划生育几乎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一个是逝灵的男青年纷纷在逃 一个是呢 夫妻抱团带着孩子一起逃 我爷爷那个时候才七八岁 他弟弟五岁 他大哥呢 也就十六岁 因为父亲死得早 家里边的两个劳动力 就是他的妈妈和他大哥 就这么的 在大哥一被抓走 日子过的呀 那是更苦了 才几岁的爷爷 愣是到别人家里边去干起了劳工 靠放牛来养活自己 这大哥被抓走了呀 三年 一点阴性都没有 虽然大家都感觉到不妙 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然而就在第三年的时候 爷爷的妈妈做了一个梦 梦里边大哥回来 告诉妈妈 他已经死在战场上了 上战场的第二年就已经被炸死了 根本就没有全世 因此他的魂魄就找不着回家的路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为了找到回家的路 就一直飘啊飘的 最后历尽了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家 他还告诉妈妈 说自己是在长沙死的 太远了 而家里人呢 也不要去找 就找一根木根 雕成人形 然后他会附在这个木头根上 就当是给他的尸体安葬 这样呢 他才能够死而瞑目 爷爷的妈妈 虽然自大哥走了以后 就有不祥的预感 但是以为是太想念儿子缘故吧 才做的梦 就没有照着做 可是不久之后 家里边的牲畜好好的 突然间就开始死亡 我爷爷给人家放牛 那牛就到处的乱跑 最后还丢了 小弟呢 睡觉梦里边 无缘无故的头上就起包 反正是家里边的怪事连连 一直就没断了 这些个不可思议的事 持续了好久 他妈妈又一次 做了那个同样的梦 然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 家人认为 大哥可能真的牺牲托梦回来了 于是就找来了木根 修成人形的模样 给他下葬 你说也巧 就这么办完了之后 家里边还真的就安宁下来 直到那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同村一起被抓壮丁的 侥幸活下来几个人 陆续的有人从台湾回来探亲 这个时候爷爷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每次都是到回来探亲的人家里边去问 是否见过他大哥 结果大家都回答没有见过 这个时候呢 爷爷心里边还存侥幸了 说这些个人都是打离村起 就没有音讯 既然他们能回来了 说不定他大哥也能回来呢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同村的人 回来告诉爷爷 他跟他大哥原来是一个连的 爷爷的大哥早在走后的第二年 就战死在长沙了 他还亲自帮爷爷的大哥挖坑 掩埋了衣服什么的 我们这些个被抓撞钉的呀 其实活下来那都是奇迹了 你想想那战火纷飞 刀枪无眼的战场上 到处是炮弹呢 炸猎声 喊杀声 不被炸死的呀 也被震死了 那不被震死的 吓都能吓死人 没几个人能活着 这活着的 只是很少的一小部分 后来爷爷愣是按照这个人说的地点 去了一趟唐沙 只可惜啊 当年的战场 现在已经建起了高楼 他的兄弟的遗骸呢 就再也没有找到了 谢谢大家